江文明让维吾尔人想到的是7号文件 大概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7号文件 1997年的1月5号 在2月的5号 在伊里 东土杰斯坦的伊里 爆发了一场维吾尔人要求维护自己文化 要求维护自己传统的一场游行 结果呢 中共军队出动军警 飞机坦克 重新占领伊里 有很多的维吾尔人年轻人失踪 死亡 那么很快 伊里被镇压以后 2月5号的维吾尔人的和平抗议 当时也出动了兵团 中国共产党 当时江泽民就发了一个7号文件 这个7号文件 就是从 也就是开始了 所谓的新疆的不稳定的根源是分裂主义 分裂主义等等 那么这样呢 使得江泽民支持下的王乐泉的铁碗 这种镇压血腥 也是江泽民应该是今天种族灭绝的始作俑者 也是他的时代开始的 实际上伊里的这个维吾尔人的和平抗争呢 是因为江泽民西北大开发 所引发的 刚才邓一文教授所讲的 中国的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 获利者在东吴吾尔人 完全是汉人 以及这些鼓励下的 所谓的原疆的各个省份 所带去的这些官僚 维吾尔人严重被边缘化 严重的被排斥在社会的最底层 挣扎 那么经济上呢 处于崩溃 维吾尔农民的土地 被大规模的企业 个人 这些到西部开发 来淘金的这些汉人 以及官僚 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一部分 一副一全市的维吾尔人 但大部分的维吾尔人 农民失地 工人失业 这些在企业里头的 事业单位里头的维吾尔人 开始以所谓的分裂主义思想等等 被整治 那么这样呢 就开始了对维吾尔人的 大规模的这种镇压 所以对维吾尔人来说 这场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江泽民开始的 高速发展 使得维吾尔人 严重边缘贫穷化的开始